这些东西我不会丢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觉得以后我过了十年二十年 假如我不在演艺圈了 我永远记得就是 我的天使们呢 他们以前怎么支持我 因为我有时候觉得心情比较低弱 还是要一些力量 我就会来这边 近日在某综艺中 无尊首次揭露家里有间天使房 整个房间珍藏了多年来 粉丝赠送的礼物 包括粉丝者的星星 还有手贴的相册 简报等 无尊回忆 全部都是自己从国内搬回来 还专门弄了一间天使房收藏起来 就连十年前粉丝制作的日历 也被珍贵保存着 无尊说 自己情绪低落的时候 就会来这个房间 并感激粉丝 在娱乐圈 你们就像我的家人 给了我很大的力量 非常感激我的天使们 对 从以前到现在 在演艺圈呢 他们就是我的家人 给我很大的力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